有桑胜,有黑枸杞,有黑芝麻 一个个字母都是可以挪位的那种 天哪,好想回到那个时候啊 它是非常清透的 后来我回想了一下,为什么呢 你就感觉整个薄荷就萦绕着你的头,你的脑袋 哈喽大家,今天又是满满的一篮空瓶剂 今天的空瓶呢也非常的丰富 从吃的到护肤的到护发的到身体类的全部都有 那首先第一个食物类的空瓶呢 就是这个猴头菇粉 这个是南京同仁堂的 这个我之前在其他视频里面应该是有推荐过 猴头菇嘛,大家都知道是对胃比较友好 对吧,它绝对不是一个什么能治胃病的东西啊 大家不要抱有这样子的幻想 只能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零食类的存在 那像我呢,胃不太好 然后有的时候我平时就是想吃一点东西的时候 如果我去吃那种比较重口的零食 或者不健康的零食的话 就感觉又对身体不太好 所以这种时候呢,我就会泡一杯这个猴头菇粉 让它呢,就是稍微填一下肚子 然后又满足一下嘴饮吧 不要让我去吃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就好了 它泡开来的口感呢 是那种比较滑溜溜的那种叶麦粥的感觉 所以吃起来我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它里面是没有额外添加那种糖粉的 都是那种食材它本身自带的味道 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点点清甜感吧 那除了这罐以外呢 我已经有三罐囤货在手上了 所以最近呢,我真的很喜欢它 另外一个吃的呢,就是 也是我之前推荐过的这个五花果干 这个五花果干,我喜欢它在哪呢 就是它不像我以前吃的一些五花果干 都是那种,真的是晒成干了你知道吗 然后吼甜吼甜 那这款呢,它里面是有带着一点点湿润感的 而且吃起来不会过分甜腻 还是带着一点点五花果那种 天然的水果的清甜感 就多吃几颗也不会觉得特别腻吧 它的价格呢,会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高出的部分是值得的 最后一个空盒呢,来自北顶的 这个叫月发茶 它另外一个名字叫五黑茶 因为它里面的食材呢 五样全部都是黑色的 有黑米啊,有黑豆啊,有桑胜,有黑枸杞,有黑芝麻 一听就是非常的健康,非常养生对不对 它这个茶一泡出来 就是非常浓郁的这种黑红黑红的颜色 然后它喝起来也是那种完全没有糖分的感觉 就完全是它里面这几样食材 本身散发出来的那种清淡的甜味 那平时如果有稍微养生一下的话 也知道就是这种黑色的食材 其实对人体是比较好的对吧 如果叫我自己去买一些黑色的食材 去打汁或者去泡茶喝的话 稍微有点麻烦,像我这种懒人的话 北顶的这种五黑茶一个茶包就全部帮我解决了 我觉得就特别适合我 这个五黑茶也绝对是属于我会去回购的一款 接下来呢,开始护肤的环节啦 护肤呢,首先第一个还是Unicharm他们家的这个二分之一化妆棉 这个囤货已经彻底用完了 我会不会回购呢 嗯,我觉得我可能会回购耶 因为我觉得用它来卸眼妆特别的好用 它特别省那个眼唇卸妆液 我现在用的是Unicharm他们家那个厚一点的那个海绵嘛 虽然非常的顺滑 呃,在脸上不会有摩擦感非常的柔和 但是它很费眼唇卸妆液 我每次用那一款的话 就要比这个多出大概三分之二的眼唇卸妆液 才能把眼睛给卸干净 这个的话的确就比较省一点 那像我这种比较抠门的人啊 我会比较喜欢这一款 第二支呢是一支卸妆油 它是来自无语的这个新版的卸妆油 这支啊我买了到现在大概是用了一个多月一点点吧 就已经用空瓶了 它非常的好用 它是我用过的卸妆油里面 现在大概是排名前三的吧 它挤出来是那种非常水感的 它一点油感都没有 你把它抹开稍微加一点点水以后呢 它脸上的那个妆容就化得非常的快 然后轻轻的一冲就冲干净了 把它冲洗干净以后呢 脸上也没有什么油抹感 就整一个就清爽到底啦 而且它的香味还是带着一点点柑橘的那种香味哦 所以真的是把清爽做到极限了是不是 这支真的是我用过的卸妆油里面最没有油感 然后最轻薄的一款 但是它也有个缺点啊 对我来说 拿它来直接卸眼妆的话 它对这种特别防水的睫毛膏就有一点吃力 它不是卸不干净 它能卸干净 但是你要搓很久它才能卸干净 而且呢 等你睁开眼的时候 你会发现眼睛就糊糊的一片 所以它会糊眼睛哦 我觉得它就只用来卸脸部就好了 真的不建议拿它来直接卸眼睛 眼睛的话 还是单独分开用眼唇卸妆也比较好 那因为我平时上班 我是不太去画眼妆的嘛 所以这支对日常的我来说就非常刚好 而且它价格也不贵啊 我买过来这样子一支 好像是90多块钱吧 接下来呢 是一支爽肤水 这支产品呢 在之前的护肤视频里面 也跟大家有分享过 是来自Pixi的这个 Hydrating Milky Mist 这支水呢 我之前有说过 它会让我想起 First Aid Beauty他们家的那支燕麦水 不管是从质地啊 从那个颜色啊 从使用感 从肤感 各方面都非常的像 它里面也是有这种透明脂酸啊 然后燕麦精华啊之类的 然后它倒出来就跟那个一模一样 就是那种淡淡的牛奶的感觉 它很好的一点是呢 我有的时候泛滥啊 就光喷了它以后 其他后续的护肤就不加了 就这样子也不会让皮肤觉得有紧绷的感觉 所以它这个不睡保湿的功效 真的是还OK的 那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呢 就是它的喷头稍微有一点点 也不能说是粗吧 它也是比较细腻的喷头 可是它的这个喷头力道很大 所以你如果直接拿它对着脸喷的话 就很容易就滋到眼睛啊什么的 那我一般的都是先把它喷在手上 然后再用手这样子拍一拍上脸 我就这样子的话 使用起来没有那种很刺激的感觉 那总的来说 这支产品我是非常喜欢的 如果我所有的水都用完了的话 我会考虑去回购它 接下来呢是两支精华 先来说一说这支空瓶比较早的 是博莱雅的这一支双抗精华 这支双抗精华 我在一开始用它的中央的时候 很喜欢的 我觉得坚持用下来 确实对皮肤有个抗氧化呀 有个微提亮的功效 但后来在我用了双抗面膜以后 这个双抗精华就被面膜彻底打败了 因为那个双抗面膜用完 你们也知道是瞬间就是明显的提亮 对不对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即时效果 那相比较而言呢 双抗精华就完全没有那样子的效果了 我觉得就是输了一大截吧 这个症状用到最后啊 反而就没有一开始那么喜欢了 关于它里面的质地呀 它的开屏的使用方法 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对吧 也不需要我去多讲了 我来吐槽一下它的包装吧 首先它这里做了一个透明管 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你用了多少 它都能让你看得见嘛 那有一个我想吐槽的点是 我得凑近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能看到上面的字吗 它上面的字居然都 就是位子都挪开了 你知道吗 它也不是掉 它是整片的挪开 好像贴不牢的样子 反面的就更明显了 你们看 简直就是一个个字母 都是可以挪位的那种 你们看最下面这个50毫升 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真的超级搞笑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上面的字体 会这样子就跑来跑去了 那每次护肤的时候 手上都是会有一点点 就是别的精华液啊 什么的就比较湿一点嘛 那拿来就是捏它这个瓶子的话 就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你知道吗 手感就非常的奇怪 要回购 我应该也会选择回购霜抗面膜吧 精华的话 真的就不是特别的有需要 另一支精华呢 应该已经可以预定为 是我的年度爱用精华了 就是来自新思翠的这个Restore 就是它这个胶水精华 这支我连续在三个视频里面提到了它 我真的不想再重复说了 因为如果有朋友 我每个视频他都看的话 他就会觉得 怎么又是它 然后重复再讲一次的话 就真的很啰嗦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我前两个视频 不管是618的购物清单 还是前一个就是护肤大作战的视频啊 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过 它的功效以及它的肤感 我已经回购了症状了 所以真的是真爱精华 下关呢就是面霜了 我终于空了一瓶50克的面霜 这个是来自除菊的天空白痰乳月精华面霜 我真的超级开心 因为我真的就是正好在最热的夏天来临之前 把它给空平了 让它就是空在了刚刚好的季节 那我刚收到它的时候呢 是去年冬天最冷的时候 因为我的皮肤呢 在冬天的时候会比较干一点 它就在滋润的同时 它又做到了不油腻 它虽然让你的脸呢 看起来很滋润 看起来油油亮亮的 但是它真的一点都不油 它是非常清透的 反正有看我旧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它 在冬天的时候 但是呢后来在318 是吗 哦不对不对 在38节的购物清单的时候 我就有说过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打算买它的话 后面就到夏天你就不要买了 因为这罐它对于我来说啊 就是到天气热起来 到现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它就有一点点太过滋润了 我的皮肤在夏天是不需要这么强的滋润度的 所以呢近半个月到一个月 我都是拿它来涂脖子 你们看里面已经完完全全挖空了 哇现在闻它的味道真的好舒服哦 我真的很喜欢闻它们家产品的味道 虽然有的朋友会说啊 就是拿这么贵的面霜涂脖子会不会有点浪费 但是除菊的天空 它们家产品开瓶了以后 六个月内都要用完哦 就与其放在那边过期 倒不如让它物件齐用更合理 对不对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在秋天的时候入它 这样子的话从秋天冷起来 用到深冬最冷的那一段时间 就刚刚好 下一支呢依然是一个老朋友 是这支来自Pixi的这个Gloemart Mask 它就是一个泥膜 就是一个清洁面膜 我也是推荐了很多很多次了 因为这支已经应该是我的第三支空瓶了吧 我手上还有一支囤货 足以见得我真的很爱它对不对 这支对我来说好在哪呢 又得再重复一下了 它就是完全没有颗粒感 完全没有那种酸泪啊 也没有那种磨砂的感觉啊 就是感觉对皮肤整一个保护的会比较好 然后你敷上它以后 就会有收紧变干的感觉 等它干透了 拿棉柔精沾水洗掉 会发现整个毛孔都在呼吸 我一般现在是一周会用一次 或者呢半个月用一次的样子 它对我下巴的这种颗粒感啊 然后对鼻子的这种黑头啊 效果都非常的明显 如果硬要说缺点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包装太小支了一点 才45毫升而已 而且一支的价格100多块钱 价格不算特别便宜啊 但是它的使用感跟效果呢 是会让我就心甘情愿去回购的 听解面膜这一类的话 我近半年用过来啊 最喜欢的就是它 差点忘记了面部护肤类的 还有一支就是这个BioEffect 他们家这个EGF Serum 这支反正争议是很大的啦 因为很多人说EGF这个成分 根本就没有用啊什么的 但它对于我来说 就是有感觉啊 它可以让我的皮肤就瞬间有补水的感觉 就非常的滋润 它不会让我的皮肤有干燥 那这支呢 由于我最近在用的那个面部的护肤步骤都比较精简 对吧 用的都是那种功能性比较强的产品 所以这支我都是拿它来当眼部精华来用完的 我觉得作为眼部的一个打底精华 它也非常的够格 首先呢这样子一支15毫升真的可以用很久 挤出一滴就可以抹两只眼睛哦 特别的好用 它的延展度呀顺滑度都非常的棒 在它之后叠加其他的眼霜的话 它的整一个配合度也是非常的高 完全不会搓泥 完全不会有不好的那种肤感 不管是用在面部还是用在眼部 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目前我应该暂时是不会选择去回购它 因为眼部用的东西也还有 面部用的精华也挺多 暂时还不需要去回购它 最后一支跟面部护肤有关系呢 是这支润唇膏 这个就是来自Malingos 他们家这个墨吉托口味的护唇膏 这支真的好用 它已经快要打败就是爱杜莎在我心中的那个地位了 它说是墨吉托 但其实也就是淡淡的薄荷的味道啦 就没有那么明显的那种酒精莫吉托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这个口子 也是长得跟爱杜莎的那个很像 有一个小小的斜坡 让你涂的时候就更方便 它里面的膏体呢 也是跟爱杜莎的很像 是那种稍微浓稠一点点的 透明的那种胶状的感觉 你涂上它以后睡一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 整一个嘴唇就是一夜回春 不管你的嘴唇有多干 第二天起来都是嫩嘟嘟的一个婴儿唇的状态 所以它对我来说 不管是效果呀 肤感啊 各方面跟爱杜莎那只都非常的像 但是它比爱杜莎好便宜 因为爱杜莎去年就说停产嘛 后来发现又重新上架了 上架了以后价格翻了一倍 我就觉得嗯 不太有诚意 那对我来说的话 我会转战 我会选择回购这个 Malingos他们家这只 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答应我要试一下 接下来这只还是一个老朋友 就是来自摩登巴克他们家 这个白兰花的母欲录 这个 真的我还要再说吗 我说了无数次了 我很爱它的就是它的香味 白兰花这个香味我真的无法抵抗 就是非常温柔 非常温暖的一个白花味 它是真的能够让我回忆起 儿时童年的某一个画面的那种香味的 这只我真的不能再多说了 再多说真的大家都要吐了 最后一个身体护理类的呢 就是这个卡尼尔的这个泰版的美白精华 哇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前段时间这么火 我也是被铺天盖地的那种分享啊 就洗脑了 最后就入了六包来试一下 我目前是用空了两包 听过一句不好用 我不管它美白效果怎么样啊 我刚用完两包我肯定也感受不到美 不过那些就是那些分享的 都是说用完四包或者用完六包以后 整一个就大腿就白了一个肚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反正是没有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啊 用完这两包我已经快不行了 因为它真的太黏了 就我是很怕身体有那种任何黏乎乎的感觉的 你懂吗 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天气哦 洗完澡涂一层塌 我就感觉那个澡都白洗了 两只手放在一起 我都觉得有点恶心 就真的是有点黏乎乎 我真的无法接受 再加上呢我用完两包 我也完全没有看到任何要白起来的迹象 哎呀我现在都不知道剩下那四包要怎么办了 就真的很为难 它主打的成分应该是高浓度的烟纤氨吧 都是泰文我也看不懂 反正我看别人推荐 好像是说那个烟纤氨的浓度还蛮高的 说是浓度高到不宜用在脸上 就只能用在身体上 总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踩雷的产品 有没有任何功效 而且肤感超级差 如果你想要尝试的话 当然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因为也并不贵嘛 对不对 但如果你是抱着很大的期待去买的话 我会觉得你稍微这样低一下你的期待值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好剩下的几支呢 就全部都是头皮护理类的产品了 头发头皮护理类 首先是一个头皮啊 就是这支A-Nest还是什么的 这个花王诸事会社的这一支 头皮精华吧 它的香味是peppermint跟bitter orange 我本来是想买另外一个气味的 但是就全部卖光 所以最后就是选了这一支 它说的是能让你的头皮 就是用完以后比较清爽 然后呢保留一个淡淡的那种微微的香味 就让你在后续头皮出油了以后 不会有那种难闻的那种油垢味 我是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功效 我反正拿它来按在头皮上嘛 按摩一下冲掉以后 基本上那个香味就消失不见了 然后呢它也没有任何的就是 好像让头皮轻松一点啊 让头发更蓬松一点啊 完全没有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用跟不用 差不多的一个产品 可有可无吧 没有到彩雷 但是也没有说让我想要去回购它的冲动 那说到洗发水呢 最近空了一瓶 就是500毫升的这个Kim Chu的 这支是海盐氨基酸轻盈洗发水 应该是他们家比较基础的这款吧 我为什么会一口气直接买了一罐500毫升呢 真的是不怕死 对不对 500毫升可以用一辈子 这瓶我真的用了很久很久很久 那为什么买这个500毫升呢 因为我前年冬天 前年冬天去东北滑雪的时候 带了两片这个海盐洗发水的小样 然后呢洗完以后我就觉得第二天 哇头发超级蓬松 超级轻盈 超级就是那个状态真的超级无敌好 所以一回来我就回购了这个500毫升 结果后来我发现 这还好耶 这个用起来并没有让我的头发 就是像那次那样子的感受 就那个头皮洗完以后 该油的还是油 该塌的还是塌 就非常普普通通 不说好用也不说不好用的一个洗发水吧 后来我回想了一下 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我用小样的时候 我在东北 因为东北这个气候又干燥对吧 又干爽 所以我的头发就是会好很多啊 就出油会少很多 然后我一回来 这个浙江的沿海地区 那个湿度又是高啊 然后经常下雨啊 就湿答答的 那头发就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了呀 所以拯救我的并不是那洗发水啦 拯救我的是东北的天气啊 哇这罐真的是用的我还蛮痛苦的 因为我不太喜欢就用完以后 毫无功效的洗发水 这支能够空瓶啊 我真的要给自己鼓个掌握 真的是非常的有毅力 而且在用它的同时我还有在用其他的洗发水哦 那这支真的也是用了很久很久 我居然没有半途而会把它给直接扔掉耶 我真的太为自己感到骄傲了 接下来一个空瓶呢 是一袋这个RNW他们家的这个护发素 其实是一个发膜啦 但是我的头皮是没有办法用任何发膜类产品的 因为本来就很塌 本来就容易出油 根本就不需要发膜这个东西 所以我都是拿它来当护发素来用完的 比较好的一点是 它里面是这种一支支的包装 它是设计起来就专门给你带出去方便嘛 出去旅游啊 出去出差啊 就一次一支就很方便 但是你们也知道 现在这个大环境 谁还有那个机会出去旅游嘛 所以呢 我就都是在家用完的 我觉得它还可以啦 跟他们家之前那个灰盖的那个发膜比起来 我觉得这个粉的会稍微清爽一点 稍微好用一点 它的香味是那种 也是玫瑰味 但是它的这个玫瑰味是那种 比较明显的那种人工 人工相近的那种玫瑰味 就不是那种非常清新 非常淡雅 非常高级的玫瑰味 而且呢 它这个玫瑰味就稍微有一点点太浓了 就用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ho 这气味闻起来不算是特别舒服的 然后呢 它冲洗起来 还可以哦 不是那种有非常明显甲滑感的 它冲的还算是比较干净 洗完以后呢 头发也是比较顺滑的 就是达到了一个 中等偏上的一个护发素的使用感吧 但它的价格不便宜 所以我会觉得它性价比没有那么的高 让我选的话我是肯定不会选择再去回购它了 好 接下来这个依然是一个护发素 但是它这个是在你洗完头以后去抹的 这个也是我很早之前推荐过的 哇 这支年代有点久远了 我记得是三年前吧 三四年前 就是在疫情刚刚开始的那一段时间 我从云南回来我推荐的它 那得有多少年了 三年了 哇 我的天哪 好想回到那个时候 我想起我之前去云南的旅行 真的有一种伤感 真的非常的伤感 那这支呢真的开平了很久了 然后它里面是这种乳液状 它是在你洗完头发 就是头发吹干或者没吹干的时候 你去抹一层它 你可以在吹干头发以后去抹它 也可以在头发湿的时候抹它 然后再去吹干都可以啊 它这个乳液抹完以后呢 就会让你的头发光泽感比较好 然后比较顺滑 一般来说一听是乳液抹在头发上 就会有一种会不会头发打柳啊 就是结在一块啊 这种印象对不对 但这个不会 它不会有任何的油腻感 也不会有任何 把你头发往下坠的那种感觉 也是非常轻盈的 各方面来讲 都是一支非常合格 非常优秀的产品 尤其是当你晚上洗完头 把它抹在头发上 睡一觉起来 整个头发就是非常丝滑 非常顺滑的感觉 不会有那种黏黏糊糊的 这支产品是非常不错的 那因为我手头上现在护发油啊 护发的那种东西有点太多了 都还没有空瓶 所以我要再努力空瓶一下 这支暂时不会回购它 好 这个呢 是一支干发喷雾 因为我以前都一直是在用 Livingproof他们家的那个干发喷雾 这个呢 是云朋友推荐的 是康如的水薄荷清澈棉洗喷雾 这支呢 我用下来并没有很喜欢 首先来说一下 它干发的那个效果 干发的效果还OK 就跟Livingproof那个 其实是差不多的 区别不是特别的大 我不喜欢它的点在于 它的气味太重了 它的那个薄荷的味道 非常的冲 一喷出来 这个满头满脑袋的薄荷味 等你把它就是弄开了以后 出门 你就感觉整个薄荷 就萦绕着你的头 你的脑袋 我都感觉每次 别人靠近我的时候 它肯定都能闻到 那种非常强的那种薄荷 它都会被那种薄荷冲到 觉得一阵发冷的感觉 那每次喷完它以后 我就算是喷其他的香水 我都感觉那个香水 我也会被这个薄荷味给盖过去 所以香味真的太重了啦 我是觉得像这种干发喷雾吧 你带一点微微的香味还可以 气味这么重的话 就真的不是特别有必要 真的没有什么必要 好了 那这期的空瓶剂 就全部分享完了 好像大部分都是身体护理类 跟头皮护理类的产品 对不对 希望这期视频 对大家能够有一点点帮助作用了 那还有一些些小部分的产品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空瓶 就它比较带功效性一点 就在视频里面 可能不太方便去分享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我会放在plug里面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看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 就先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by bwd6